总统蔡英文一早来到新竹生医园区 视察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执行中心 同时听取近期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的推动状况 由科技部政务次长 同时也是方案执行中心的执行长苏芳庆进行简报 苏芳庆提到105年生医产业营业额比104年成长了6% 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也超过200件 今年的目标则是让台湾的生医药升为亚洲枢纽 总统蔡英文给予肯定同时也勉励生医团队要再接再厉 执行中心成立不到半年 刚才部长特别跟我讲了一下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单一的窗口 来协助业者改善生医原料进口报关的效率的问题 我想这个人好 对于很多的生医公司他们从事研发的时候 他们所需要的医疗原料的进口 我确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关键性的议题 总统蔡英文话锋一转提到台大医院新竹生医园区分院 已经在今年顺利动工 未来是照顾竹苗地区民众健康的指标性医疗重地 同时还会成为支持生医产业创新所需的 临床研究重要基地 因此特别叮咛相关人员工程千万要如期完成 不能辜负民众的期待 那台大医院的新竹生医分院 它背负的非常多的重要的角色 那其中之一就是我们 陶竹苗的相亲等了十几年 那么新政府在排除万难 终于让它在今年动物 那两年之后的第一期就会完工 那我也要请相关的担务 一定要紧盯进度 不能让相亲失望 你刚才也跟我保证 最后总统参观聆听的 生意园区产品研发中心 创新研发团队的成果 像是血液DNA的分析仪 还有智慧型穿戴式的 附件辅具等等研发成果 生意园区则是送上了 3D列印的Q版总统 并且请总统担任舵首 启动象征台湾生意 要升亚洲枢纽的轮舵 宣示继续往产业创新之路 迈进的决心 凯破新竹 陈洛宜宏周燕腾 蔡文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